李小龙作为中国功夫的代言人,在世界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名气,可是对于李小龙的功夫很多人没有办法亲眼目睹,所以导致网上普遍存在着对于他的争议与质疑。 其中不凡人说他只不过是花拳袖腿而已,更有人说泰森一拳就能打死李小龙。 但真的是这样吗?直到一段李小龙的罕见实战最大录像曝光,我们才能得出结论,那是在1967年的世界空手道大会上拍摄到的影像资料。 据悉这段录像还被美国政府禁过了长达40年的时间,在这段视频里,李小龙和一个日本的空手道高手在进行切磋,两人对阵都非常的认真,对方不时的出拳试探李小龙,可是李小龙一点不慌,不过对手拳脚,轻松化解好几个回合的进攻。 随着比赛进行,李小龙开始回击,他不时的在对手接近时出拳击中对方面部,速度之快,拳法之灵活让对手避无可避。 在视频的最后李小龙一拳打在对方脑门上,又趁着对方不注意不上一拳,紧接着伸出脚半倒对手,随后顺利制服。 比赛结果不言而喻,李小龙获胜了,让人惊讶的不是李小龙轻松打败空手道高手,而是李小龙在实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拳法。 实在是让人难以猜测,而且迅速有力,很有技巧。 这也让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泰森要称李小龙为杀手了,因为他确实有着不凡的一身武功,这不是花拳袖腿,而是能够打的对手流血受伤的武器。 不过话说回来,你觉得泰森和李小龙谁更厉害呢? 这也有什么厉害呢?